吵了那么长 人生还有怎么希望 我今天还不好好站在你的面前 讲到做牧师 有些你可以有很多的 可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人生就是完蛋了 我什么都没有希望 甚至有些考不好的从18五跳下来了 哎呀 只是没有几个不了 推死的 有些人想不开就从18五跳下来了 所以你今天遇到的问题 你有问题 不会死的 跟你旁边讲 不会死的 真的 不会死的 这个艰难的时间会过去的 会过的 会过的 今天就算你做一些很坏的事情 十年多后人家就会慢慢放光了 人家太忙了 不会记住你的事情了 人家记自己的事情都很辛苦 还要记你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重新买过的 你可以揭开新的强的 新的一页的东西 当然我没有选择离开冰城 然后到别重新开始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我还是留在冰城 我要让其他人看见我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一直我都不选择离开 我可以很早十年前我去离开冰城啊 去基隆坡啊 去别的地方从冰开的 从一个完全没有认识我的人 从冰开的我 我没有 我认识我在冰城 因为我知道 我要过上帝带领我 我必须在我的眼底 然后改变 OK 回来这里 我告诉你 认识神的人 爱神的人 得着神启示的人 看见神显现的人 都要服服在神的面前说 如果我受苦能够表明你的圣见 如果我说Amen 如果我摸着难处 是表明你的公义 我要说神啊 你做的不错 如果我遭遇痛苦能表明你的性情 神啊 我们乐意接受 这个叫做敬拜神的道路 兄弟们 求神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的真挚 脱离我们人那里以前 没有一个人能够敬拜神 而不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所以说 启示是敬拜神的根本条件 顺服神是敬拜神道路的根本条件 没有显现 没有敬拜神 没有顺服 没有敬拜神的道路 就是把你最爱的拿走 把你最宝贝的拿走 你认识神说 神啊 我服你 这就是敬拜神的道路 大家跟你的旁边说 神啊 我服你 神啊 我服你 记住啦 以后遇到事情说 神啊 我服你 跑路 Slander OK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 哇 时间那么快 OK 很快了啊 要很快了 OK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下 有一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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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博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耶博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他在这里更是敬拜神的道路 耶博跟大卫是不一样 大卫是因为自己的错而犯罪 大卫从一开始什么错都没有 什么罪都没有 他不像大卫这样被摔破 他不一定要表明神的神洁 表明神的自己而不听祷告 许多时候没有严固没有罪 你并不比别人不好 也许你比别人还要好一些 为什么碰见的事情都是这么难的呢 许多人不蒙福的严固 就是在那里一直替 一直不平一直说 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的难处 偏偏就是我遇见这样的难处 难处总是临到我身上呢 我们的耶博 神说认识他忍耐的那个耶博 就地撕裂外袍 蒙上灰涕的头 浮浮在神的面前敬拜神 这是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他不只是敬拜神的自己 他更是敬拜神的道路 神在你的买卖里面 神在你的朋友中 神在你的环境里 为你所安排的道路都是好的 就是苦的也是好的 热的也是好的 什么都是好的 我告诉你 你浮在神的道路下面的时候 你就能够敬拜神 我们看到 叶博是一个懂得敬拜的人 这些上帝都祝福他 但是 忽然间没有了 他没有因为这样 上帝祝福我 为什么又拿去 然后就埋怨 埋怨 我们人很喜欢埋怨 我们人很喜欢埋怨 然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埋怨 但是 岳伯没有这样 岳伯看见 当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环境都 反对他 被盗和执受 他第一件事情就跪下来 扶在地上 说什么 The Lord has given The Lord has taken aw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上帝给 上帝拿位 不然上帝是被成长 你看啊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神的功课 我希望你是叶博 我希望我也是叶博 如果上帝捡选你做叶博 我感谢神 你是蒙福的 但是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叶博 so far 因为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者 你做叶 阿爸也讲 我们不会是因为这样的敬拜神 我们都是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上帝太信任叶博 相信叶博 圣经讲 圣经讲叶博是个义人 上帝相信叶博到一个程度 跟魔鬼 来一个赌博 赌注 上帝用叶博成为他的器皿 跟上 跟魔鬼打仗 修书 故事是这样的 叶博没有错 叶博没有犯罪 但是上帝用叶博成为他的器皿 成为他的管道 来击败仇一 魔鬼 有一天 魔鬼去 来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 上帝就问他 魔鬼你去哪里啊 我去走 地上走走 走来走去看看啊 然后 上帝就问魔鬼说 魔鬼你看到我的义人 叶博吗 他是这么爱我 这么 这么 对我忠诚 然后魔鬼说 哎呀上帝上帝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奖 你是 play safe 你 你是买 买安全 买保险的 你给你制服于他 你给他那么好 他肯定对你说很好 他肯定对你忠心的 你看你拿掉他的祝福 拿掉他的耳里牛羊的时候 你看他还不会称赞你 对你有忠心 所以 然后 上帝没有说 业伯都业伯 因为上帝对业伯有十分的放心 上帝对魔鬼说 你去吧 可是你不可以拿他的生命 然后他就 这些事情一部分都是发生的 上帝用业伯成为 打败魔鬼的人 没有错 没有罪 没有罪 不是因为他犯罪 他面临这个东西 甚至到最后圣经讲 他身上 满身长满的毒疮 所有东西都没有掉了 儿子 儿女 也牛羊都死掉 身上还长满毒疮 连他心爱的老婆也不理解 整个别人说 哎呀 you curse God and die 他说 你诅咒生死吧 你还在那边未来敬拜神 神都对你这么一样 你还敬拜神 不是tukado stories 因为世界的研究 最后上帝经历了我的东西 还有三个朋友 给够的 哎呀 因为你犯罪了 因为你这样 都跟他debate 整个过程是debate 就是说 因为你犯罪了什么 有一次啊 我去看人家做演 那个体验画 看人家做那个画剧啊 我觉得很搞笑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 那叶伯就在那边哭嘛 坐在那边 躺在那边 祷告呢 扶在地哦 然后三个朋友就来了 正经讲 三个朋友 陪他七天七夜 不讲话 就是跟他坐在一起 七天七夜 然后其中 他们做演 那个画剧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 啊 他啊完了 叶伯说 你难道你没有看到 我现在在很伤心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吗 扫理啊 七天七夜没有大便 没有小便 很急 请问厕所在那里 这次我要记啊 所以 原来 上帝给叶伯 最后是双配的 当叶伯顺服神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这句话 当我们今天来唱 我们最近来唱这首歌 《风文幽女》 以前我听闻有你 以前我都听说野火是怎么样的 但我今天亲眼看见你 谁讲的 你做 野火讲的 我亲眼看见你做的 上帝太麻烦了 上帝太奇妙了 上帝做的道路是你圆眼你和我不明白的 不是因为罪 不是因为你太好 我们看来用好行为来去 换取神对我们的伤心 不是 野火是最高 圣经里面最高 受苦的榜样 没有连灵的 不是因为他伤罪 也不是因为他 他不是错 他只是被神用来成为 几百愁临的榜样 五个奇妙 所以上帝在世上 圣经讲 野火的眼目 四处寻求 找 呵护他心意的人 上帝疼难找到一个 能够完全明白 和敬拜神道路的人 很多事情发生不是因为 你做的不好 不是因为 神不爱你 因为神要你学习很耐 神要有多倍 要多倍的祝福你 阿们 阿们再一起来